我们就来聊聊今天有趣的新闻吧 有趣的新闻什么呢 首先这个不到24小时就开讲了 各位觉得2月16号这个西方媒体不断在宣传 不断宣传的这个说这个乌克兰危机啊 俄罗斯要大举进攻乌克兰 然后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还在那边不断加码 好像简直就是一个说书人的角色 他说这个美国公民啊赶快撤离乌克兰啊 很危险啊 我说真的曾几何时 这个世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以前都是美国侵略人家国家 现在美国到处去撤离啊 又是要你从这个前不久才叫你从乌克兰 对不起才叫你从阿富汗啊 赶快跑啊 哎呦阿富汗要沦陷了 原本说什么可以撑半年 阿富汗这个这个这个政府政府军 就是被美国训练的十几年的政府军 起码可以撑半年抵挡塔利班的这样的公司 殊不知啊 七天之内啊 就整个阿富汗这么大的这个这个疆域啊 就整个意志了 然后呢就是对 卡布尔就沦陷了 就沦陷了 在机场上有那样荒腔走板的惨剧 然后结果现在不出几个月 哎呦跑到那个乌克兰 哎呦基辅赶快撤离啊 哎呦要打了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这是一个世界 就是 我一时候觉得这个世界正在转变当中 原本 我的年纪 我的年纪 我1979年出生的 所以呢 我的年纪其实 沾到一点冷战 就是 这个世界 美苏 两极 两个极 两个极 这个 就是 就是两个双强啦 这样极强的国家 然后在对抗的这个年代 我沾到一点边 小时候我们那时候 看的都是那些那些对抗啊 什么新这个什么太 新战计划啊 然后呢 哪里又发什么什么 踢多少坦克对决 这个 布莱德利战车啊 M1战车啊 小时候就看那种军武的百科啊 都在看这种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稍微懂事了一点的经历的 陆续经历的像是 柏林围墙 倒塌 那时候还在跟着大人在家里面看转播 哇 这个砖头敲下来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 就是接着就是进入一个美国单极啊 就是单核心啊 就是常常大家有形容说什么 一个球队里面 然后呢 比如说像是之前篮网队 现在拆火嘛 本来有Kevin Durant Kerry Irving 还有James Harden的时候 他说三核心啊 好像电脑超强主机一样 那 世界很长段时间就进入了单核心 只有美国一个超强的这个时代 那个年代 如果你去看好莱坞电影 演的都是那些 没有国家啦 你看在那个冷战时期的时候 蓝波打的是谁 蓝波打的是苏联啊 在阿富汗打苏联啊 然后呢 在这个潜入苏联打苏联啊 都在演这样的剧情 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在1999几年的时候 到2000年初 这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对抗的敌人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什么跨国恐怖分子啦 无政府主义者啦 然后呢 什么分离主义者啦 然后什么什么这些的 因为对啊 就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美国的敌人啦 不是有很多敌人 找不到相对应的对手了 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然后现在 现在其实我前一阵子 你看了一个图非常贴切 他就是用GDP GDP的总规模 然后呢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图示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 就是那种大数据的图示 比如说你总 总的是 加总起来是百分之百 那其中呢 美国他有22兆的GDP 那他的占比 大概是百分之多少 这个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是百分之百的话 他22兆 哇就是差不多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 然后呢 中国大陆去年的GDP 是17兆左右 17兆左右 所以他也有这么大一块 他有这么大一块 然后呢 那个图刚好就按照了 按照了几个 就是一个经济圈 这样子的概念去分的话 美国 美国像美洲这个经济圈 这个北美南美 加起来这个经济圈 差不多世界三分之一啊 差不多世界三分之一 然后呢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以及他周边的 包括了日本 韩国 亚洲算进来 当然你在证据上面 你会说 哎呀 两个没有没有 没有很大陆啊 好那另当别论 总之在亚洲这一块 他的总GDP 大概也占世界三分之一 甚至还稍微多一点 然后其他的欧洲的部分 大概也是三分之一左右 那欧洲有这么多国家 所以每个都小小的 小小的小小的 就在欧洲 就在美洲这一块 有一个超大的美国 然后呢 在亚洲的部分 有一个超大的中国 你无可回避 现在世界是一个 多极的状况啊 多核心的状况啊 在亚洲就是 以中国为核心啊 在美洲是以美国为核心啊 然后可能加上一个 俄罗斯 德国 法国 那他们的 他们的影响力 当然就 就是 就是又没有前两强 差的比较远一点 就是现在 现在是一个 这样子的状况 那 怎么会讲到怎么来 总之呢 我们要承认世界 正在改变当中 然后在这一波 乌克兰危机当中 我真的觉得 我昨天在自己的直播 里面讲 我觉得这个认知 突然真的打得太难看了 真的打得太难看了 就整天在那边 喊狼来了 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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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西方 西方媒体 就一股脑的 这样鼓吹这个危机 然后鼓吹到什么 你们把乌克兰 真正人民的意志 跟他们的安全 置于何地啊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架着 俄罗斯 那架着 就是他非打不可 不打的话 丢脸啊 就打了 你们就说 果然独夫啊 穷兵独武啊 果然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独裁国家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穷兵独武的 这样的国家 你看看看 就侵略 侵略乌克兰了吗 不打 你就说 哎呀 普丁指老虎啊 果然就是指老虎 都你们在讲 你们就长期的挟着 这个西方媒体的霸权 在这个事业上面 胡说八道一通 胡说八道一通 然后就讲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就讲 早先 上前两周 我在直播中 也有讲到 也跟大家分享 那些新闻 美国自己有一些 有良心的媒体 都看不下去 都看不下去 怎么样 出来讲说什么 请问一下白宫 一天到晚 跟我们讲说 这个要攻打乌克兰 攻打乌克兰了 请问一下 你的证据在哪里 你的证据在哪里 然后呢 还有说这个什么 塔利班的这个领导人 然后这个 对不起 伊斯兰国领导人 被铲除了 然后呢 伊斯兰国说没有 然后记者也去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更确切的证据给我 然后白宫发言人 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说 难道你觉得俄罗斯 比我大白宫更可信吗 难道你觉得 伊斯兰国比我大 亚美利坚国更加的 更加的有可信度吗 那不然你去问他 无赖啊 这就是无赖啊 这就是无赖 每天动不动 就在那边讲什么 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 今天在台湾有一个 有一个小的讯息 小的讯息是什么 就是前几天 有一个讯息不大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还蛮重要的 就是东沙岛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 算是雷达站吧 雷达的这个 这个这个呼 应该说雷达的这个交谈 无线电的交谈记录 被很多这个 专业级的玩家给测录了 测录什么呢 就一次我们东沙 东沙这边的守军啊 在呼叫 呼叫说有共击 进入东沙岛的领空啊 进入东沙岛的领空 到底有没有进去 这影响很大啊 因为理论上来说 你每天在那边 说共击扰台 飞进ADIZ 你就全国恰恰丢 然后来 谴责啊 那这飞进领空啦 飞进领空 你该有的 不管是什么威力射击啊 然后什么驱离啊 你当时东沙 没有什么空军 可以跟你玩这个 但是基本上 你该有的应对的 处置的作为 你有没有全本 全本SOP都走一遍 那未来要检讨的啊 要补充的啊 什么的都要走 还是就是呼一呼 就没有了 所以于是这很尴尬啊 因为看起来 没有什么相应的作为 相较于政治宣传的 所谓ADIZ的 扰台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作为嘛 那尴尬 怎么办 结果公军第一时间说什么 第一时间说什么 国防部第一时间说什么 口误啊 口误啊 不是进入领空 不是进入领空 不是不是 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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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进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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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口误口误口误 口误 那时候大家就已经很多质疑了 很多质疑了 想说 哎 哎 口误 你现在是把大家的耳朵都怎么样 都被录到了 都被录到了 那放出来听就是那样 你就说是口误 然后接着 今天又改口了 改口说什么 没有 没有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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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进入领空了 但是 谴责对岸 刻意操作这个消息 要对我方进行混淆式的认知作战 我就不知道你又 他又混淆在什么地方了 他又混淆在什么地方了 认知到底哪里又混淆了 你要说他 他真的飞进来的话 他飞进来的话 你可以说他在 他在玩试探啊 或者说你可以说他飞得这么近 哎呦 我进来了 我又飞出去了 我进来了 飞出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绝对绝对是一种心理作战 也是一种情报战 这绝对没问题 但他就不会是认知作战 因为他是发生过的事啊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跟 现在就是你知道 台湾就是总是跟着 欧美的屁股后面走 尤其是美国嘛 就把一些假的事情拿出来 似是而非的渲染一遍之后 然后呢 就是说什么 反正反正你不同意的 就说人家对你认知作战 但你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不曾停止 是不曾有一天 一小时一分钟一秒停止 对全世界进行认知作战 我们的政府 民进党政府也是一样啊 任何不立你的消息 任何不立你的消息 都是对爱认知作战 都是意图打击我军民 军民同胞士气的混淆 但是你呢 你连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你连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都不能告诉我们 我说真的 今天这个东沙岛这个状况 或是前一阵子 那个东营岛的状况 你真的飞进来了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跟大家讲实话 我们会觉得很过分啊 对啊 你ADIZ这种 没有国际法基础的东西算了 但如果你飞进领空 你总要跟我们说个道理吗 说个道理吧 啊你要我 只要我拳头大 不说道理 那没关系 大家跟着你一起同仇敌开啊 觉得没有必要搞成这样子吧 那未来军方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是 对不对 要部署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要针对这个 进行什么样什么样 这都照案 按部就班来啊 那问题是 现在什么事情都 哎呀这个 不讲啊 不能讲啊 或者说 哎呀假的假的 那你后面要怎么做事 你后面要怎么做事 那民众就跟着你在那边 只能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思考 然后只能 只能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 归纳 演绎 然后得出那个结论 那就 对就是这样子 我在看乌克兰危机这件事情 刚刚稍早之前有看到一些推播了 也推播 那现在资讯很杂 就说什么 这个 这个 俄罗斯 然后在这个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军演啊 军演 然后有说这个军演 就是动物千兆 然后也有说这个军演 已经 已经 这个 明经收兵 然后呢 已经这个完成了 然后又有一说什么 哎呀这个乌克兰要搞什么 2016 2月16 2月16 然后呢 这个什么 什么 全国团结日 然后不排除 自导自演 擦枪走火 哎各位 在这个区域啊 这种事情真的常常发生啊 各位当年 1939年 9月 1939年 9月 那时候 希特要攻打波兰的时候 他就是 波兰还有捷克 两次都 故技重施啊 他就派了一些人 就是反正那都 都会讲德语嘛 那个反正就临近的 然后甚至是德语区的民众 然后就找了一些 找一些这个 德军 然后呢 就扮成波兰人 然后扮成捷克人 然后呢 就回来攻打自己的 这个 在德国境内的 德国的这个什么发射战 广播的发射战 然后呢 这个 哎呀这个你看 他们先打了 那本来局势紧张到一定的程度啊 局势紧张到一定的程度 双方剑拔弩张 的时候 然后呢 就说 哎呀你看这个 波兰 沉不住气啦 捷克沉不住气啦 你看他竟然先攻击我们啦 然后呢 大军就怎样开进去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这样子的戏 就是在人类历史上面 成出不穷 所以现在也有一说 也有一说 反过 现在反而担心的是俄罗斯啊 俄罗斯 不是俄罗斯 应该是乌东的 什么盾内刺客 这样子的一些 乌东的地区 原本就清俄的这些地区 他原本就在打内战的地区 他原本就跟乌克兰 然后正在进行内战 然后有一条这个 有一条战线的 搞不好 最后战争发生的形式 还不见得是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俄罗斯装甲 禁卫第一师 长驱直入乌克兰平原 不是哦 搞不好不是哦 有可能是乌克兰 在原本这条 这个内战的战线上面 然后呢 集中火力 进攻 进攻 然后如果乌东这边的 这个清俄的 这个反抗军 第一时间守不住 那情势就失控了 那情势就会失控了 那情势就会失控 那就就烧起 这个战争的火苗了 那这个情势就很难说了 原本不想打了俄罗斯 可能也必须要去支援 他在乌东的这盟友了 那这个情势就可能 一发不可说是 所以现在也有一方 一方说 这说法是说 反而是要看在乌东这边的 这个反政府军 能不能守住第一波的防线 如果有乌克兰这方面 反而故意要制造事端的话 如果乌东这边能守住 那后面也许就不会 产生连锁反应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 但我个人是认为 我个人是认为 我最近像我昨天代班 秀琳姐的 这个生活的online 然后跟介大使也谈 我们都认为 打的几率应该不高 因为战争这种事情这样 他基本上还是 还是外交 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之后的 最终的手段 可现在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不至于 已经死了心 无法透过外交 谈判的方式 去达到他的外交上的目的 就是乌克兰不要交入北约 看起来好像 看起来好像西方国家 已经把乌克兰给切割了 已经把他丢包了 那现在可能看起来 大家怎么瞧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价码 或是瞧一个彼此都不至于太难看的下台阶而已 所以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像一个情势看起来 非打不可 我打了一个乌克兰下来要干嘛 乌克兰经济现在搞成这样 然后东西方分裂成这么严重 对前面讲的乌克兰危机 我个人会认为 看起来没有必要打 又什么要打 你去打下来一个乌克兰要干嘛 你要把乌克兰全部收归 收归你的领土吗 那问题是你本来 本来欧洲的紧张局面 就是如果北约直接扩张到 这个俄罗斯的家门口 那你现在说 哎呀我把乌克兰收进来之后 那你就变得真的就直接跟北约接壤了 那那个紧张情势有好吗 有比较好吗 留着一个不加入北约的乌克兰 不是比较有利吗 对所以我就是想不出来 那他 就是你要有动机啊 对俄罗斯来说真的把真的把北约 真的把乌克兰打下来 他到底会有得到什么好处 好像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真的他也不需要这样一个 这个探守山域啊 要的话要的话就要乌冬那一半 那那个本来已经在他实质掌控之下 科技经济还有工业都发展程度比较高的 我要这个就好了 我把你全部打下来干嘛 我有很多的手段啊 我有很多的手段啊 然后呢就比如说我换 把你这个总统拉下台 西方世界干过这个事 把乌克兰总统拉下来 把亲俄的拉下来 换一个亲美的上去 那为什么我俄罗斯不可以呢 我成兵在你边界 我把你亲美的拉下来 换一个亲俄的上去 就难道不可以吗 那没有必要去打这个仗啊 打这个仗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跳出来 跳出来思考一下 跳出来思考一下 就是你是普丁 你觉得你有必要打吗 那真的谁最希望打这场战争 当然是美国最希望这场战争开打啊 美国最希望这场战争开打 为什么 因为它顺理成章的 把德国重新掌握起来 德国现在跟俄罗斯 弄了一个北溪二号 然后天然气味 呼呼的往德国去送 而且用欧元计价 这对美国来说 怎么会是有利的事情呢 怎么会有利呢 然后整个旧欧洲 整个过去的北约 然后呢 因为有苏联 有华沙公约组织 这样子强大的存在 而且双方剑拔弩张 也没有剑拔弩张 但至少在冷战时期 是针锋相对的嘛 好那所以美国在这边的势力 就非常庞大 非常庞大 然后这些西欧国家 然后呢 要求美国来驻军啊 帮忙付军费啊 然后你必须要长期的援助 我们在这边存在 还要卖武器给我们啊 不然我们没办法对抗这个华沙啊 华沙公约组织 没办法对抗苏联啊 所以 所以美国才需要这个危机啊 他可以继续卖武器 然后借此中断 你不要跟俄罗斯太好哦 你还是要用我的美元哦 你还是要买我的能源哦 这个危机的扩大 当然是对美国最有利啊 最有利啊 真正打起来对美国最有利啊 所以美国不要在那边装啊 装的一副好像 哎呀我们要来处理这个危机 你是过来煽风点火的啊 这大家看得出来啊 只有台湾的 台湾的媒体 就是永远都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走 台湾现在主流媒体 一片塔绿般的 塔绿般的作风 就跟在美国屁股后面 就讲说 哎呀俄罗斯好坏 俄罗斯要侵略乌克兰了 我们大美国 我们世界警察大美帝 又来这边维持秩序 那狗屁啊 这根本就把它说反了好不好 稍微看一下背后的 背后的英勇 你就知道谁最希望打这档战争啊 所以好不好 我也没有要站在哪个方向讲 只是你看每一个国家 在这一局里面 然后爬梳一下他们的 他们的利害 利弊得失 各位 这不是看侦探小说的 入门的ABC吗 就是在政治上也是 一件黑函被发出来了 然后一个人死了 追动机啊 追金流啊 然后呢 一个政治上面黑函 或是一个抹黑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对谁有利 百分之八十 九十 就是那个得利的人干的 那现在这样子 要分析乌克兰局势 你不是用同样的方式 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了吗 所以 16号会不会开打呢 会不会开打呢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然后呢 那我们就看吧 反正 反正 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 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哎呀16号不打 可能18号打 18号不打 可能冬奥结束在打 冬奥结束不打 哎呦 可能春暖花开才打 反正他就是一直在这边 知道吗 我要逼着你先动手啊 我就可以 你知道 就像是对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 就对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然后对俄罗斯也是一样这样子啊 美国现在就是要 当然对俄罗斯的状况也不一样 对中国大陆的策略 又是因为 对俄罗斯其实并不是一个 长期 长期来说 对美国的心头大患 当然不是啊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规模 没有很大 然后你要打一个长期的大国战略 经济还是实打实的基础 你没有钱了嘛 你要养那么大的 那么强大的军力 你要持续进行新技术 新武器的研发 就是你的GDP规模要够大 你国家有资源投入这个长期的发展 去拼气场啊 所以俄罗斯没有 不具有这样子的规模 他现在就剩下能源卖了 剩下石油跟天然气来赚钱了 其他的产业 当然相较于普丁 刚刚收拾的时候 刚刚接下来那个烂摊子的时候 俄罗斯已经有长足的进步 但基本上 以他的经济规模 对美国来说是 不是心头大患 可能在这个局部的 局部的区域情势上面 他还是个强权 他相较于一些 那些长久 长久并不是很积极备战的欧洲国家 他还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 但是在全世界这个场域当中 俄罗斯就不是头号敌人 谁是 谁才是 当然是中国大陆啊 在疫情爆发之前 疫情爆发之前 疫情爆发之前 然后过去几年 然后美国很多的部门 什么各式各样部门 什么商业部啊 然后呢国防部不用讲 国防部永远都是把中国大陆 讲得非常强的 当然有他自己的政治上的需求 还有农业部啊 都在发展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GDP总额 可能会在203几年的时候 超越美国 然后在一个疫情来之后 几乎所有的 美国自己的评估 国内外媒体的评估 都把这个进程 往前缩减了五年左右 往前缩减了五年左右 平均啊大概五年左右 这个中国总GDP额 超过美国的时间点 可能会落在二零二几年 就是不会进入到二零三零年了 这是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对对美国人来说 还真正的危机啊 原本在想说 什么时候会 会不会超越 现在只是在讨论说 什么时候会超越 这才是他们 你知道 真正在意的事情啊 那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他要怎么样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一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 最好是你动手 我逼你 我把逼到你 沉不住气 你动手的时候 我就发动 我原本早就想做 只是失出无名的 什么全世界 全球的经济制裁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 他真正想要做的啊 我原本想说 大家都不要 我心中 我想死了 最好全世界 都不要去跟中国做生意啊 都不要 不要跟他做生意 不要再 不要再去投资他 不要再去做生意了 可是我讲人家也不鸟啊 我想人家 人家也不鸟啊 哎